- 天賈的日子 - 天賈的日子 - 天賈的日子 - 日子 - 日子 唷哈囉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我是橘子 今天我們就來聊天吧 想必只要是海賊迷的各位 一定都會很期待年底即將發售的 BWFC 和之果的魯夫吧 不過這次一般色還沒收到 反而是2D色就先到貨了 我想很多人也都是跟我一樣的狀況 這款魯夫在頭部採取了砲殼保護的設計 並以2D色來進行塗裝 整體的高度包含二代鬼側約為26公分高 不需要底座就能站立 販售的價格約為2000出頭 而且只有景品認證店才有販售 我們前不久也同樣有分享過 同為BWFC的2D配色再見悟空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看看唷 這款魯夫面部的表情在2D色的助攻之下 看起來更加的栩栩如生 並手持著二代鬼側 呈現歌舞技般的豪邁動作 我覺得這款魯夫以俯瞰的角度來欣賞 非常的合適 另外目前相似動作的版本 也有過去我們分享的POP合之國魯夫 但在面相方面 BWFC的版本看起來比較天真可愛一點 而在和服底下同樣是春光外洩 從正面形上有非常強烈的光影效果 但是背面則是相對單調許多 像是腳步的上色 草鞋表面與紅色綁帶都有做仔細的分色 但是背面只剩下簡單的塑膠成型色 我們可以發現 草帽的上色還蠻簡單的 這次的銅色系顏色的使用上 相較以往分享過的2D索隆與相機式 還要再來的單調 反而是Grandista 2D版的索隆 在衣服的顏色上就相對複雜許多 黃色的腰帶與紅色的衣服 也同樣使用了兩種顏色做分色 其中還是以塑膠成型色為底色 另外就是因為是大量生產製造的上品 所以多少都會出現一點塗裝上的瑕疵 顏色的邊緣也較微的模糊 而在刀鞘的部分 我們可以發現側面有比較不明顯的2D塗裝 最後我們來看到二代鬼側 呈現出了一個不自然的彎曲角度 算是蠻可惜的一點 綜合來說我想以2000多元的價位 上色品質或許官方可以再做得更好一點 不過這款魯夫因為比例較大 所以也不容易找到同為 合之國系列的夥伴來做搭配 也是蠻可惜的部分 那今天我們BWFC2D配色版的魯夫 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及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們下次見 see you by bwd6 感谢观看